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手下推的时候 我们的两脚要翘起 当我们手下推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脚趾抓地 这个一翘一落的动作 必须要配合动作来协调进行 那么这个动作 首先是在我没有学刘老师的课之前 我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可见就是说跟老师学习的重要性 这样你有正确的动作 你才会能达到真正的健身的目的 第二个收获就是 教会别人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我把从养性工学到的动作 通过讲解 示范 纠正的形式 让伙伴们真正掌握动作的要领 只有动作正确 细节就决定我们的成败 所以说细节在每一个动作中都起的重要的作用 通过坚持长期练习 我的 现在我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通过跟老师学习之后呢 我就每天都坚持练习 注重动作的细节 现在呢 我的呼吸 还有我的睡眠都有了改善 再次感谢刘老师 感谢大家 感谢太极运 感谢张广德教授给我们研发的 诸多的养生工 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变化 最后 祝太极运的玫瑰园 香飘世界 影响每一个人 好 谢谢大家 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在这陈迷运的玫瑰园中有点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